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田 我现在在西安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建筑 这个建筑就是西安的钟楼 刚才在网上买票进来 一会儿我带大家进去拍一下 这个钟楼的位置太绝了 它处在一个大装盘当中 四周都是车辆 我带大家环视一下 只能环视这么一小角 正好在这个大装盘的中央 位置太好了 刚才找了半天 那个通道没找到 原来在地下呢 通过地下 然后上来 三层 好了 咱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对面那儿有一口大钟 咱们先看一个大钟去 这钟看着好大呀 西安不愧是网红绿皮革城市 下雨天还有这么多人 我去 太大了 走不近才知道 哦 这边还有字呢 这边还有字呢 有点看不清 这应该是介绍的这口中的历史 然后咱们现在去中楼里边看一下 好 这家伙的车堵住了 现在小雨就堵住了 对面那个经验住就是鼓楼 一会儿咱们看完中楼 然后带大家去前面的鼓楼看一下 哦 这有介绍 这是景云中 住到于汤瑞宗景云二年 也就是公元七七一年 中高两米四 负位四米八 口径一米六五 重约六吨 好家伙 六吨的 这家伙的 吊这个六吨的东西 大体价子吊着呢 中楼 中楼 修建于明洪武17年 也就是公元1384年 这是一座明代建筑 从外面看是三层 但是里边就只有一层 这大县 中楼里面只是一些图片展 非常简单的图片展 没什么好看的文物 这些都是沟头瓦 瓦钉 这也是吧 就是盖着庙用的瓦 这是冲锈西安 古楼祭 碑石 这是滴水吧 这是老影片 西安中文的老影片 大家去看一下 那时候还有马车呢 看 马车 年代久远了 这是一些关于中国的旧影像 最上面这个是1940年左右拍摄的 下边这个是1921年 这边这个是1907年 德国建筑学家拍摄的 各年来的都有 啊 确实是 这个稍微清晰1960年 这边拍摄的 这是20世纪20年代出拍摄的 这是20世纪20年代出拍摄的 维修工程 这边是2012年 仙中楼屋面 维修保护工程 这是2000年 仙中楼强险加固修衍工程 这边是2004年 仙中楼维修保护工程 也就是说在近几十年吧 仙中楼一共维修了4次 分别是96年 2004年 2012年 和2020年 这边就是一些中古楼有座专业 其实这些没什么好看的 来 你们不看着啊 这是一菜豆腐 夹了 冬末 风银 无法上挂的灵 汤 荒谷块 这里面好热呀 四面不透风 然后这个是屋檐上的 这是七寿仙人 这是几寿龙 然后几寿凤 几寿狮子 几寿天马 几寿海马 这是几寿酸泥 几寿亚鱼 123456789 酒肝 中楼太小了 里面就这么大 稍微逛 逛一逛 就没有了 顶多逛五分钟 这是几寿章 中国人的几寿章 这还能上去 我以为刚才就一层了 还能上二楼 看走眼了 刚才 哇 爬上来了 咱们先去外边看 看门的 看 视野豁然开了 这是中国的二层 这又是一个钉头 然后这个大转饭 把这种肉给薄起来 中楼的对面 就是中国饭店 过去 快点 可以不要弄到身上了 要顺身 也真是 小缝 也水斤两块了 好 不要弄到 我怕这种鸡蛋 也会不止 我怕这种鸡蛋 就会弄到 你这样 就会把鸡蛋 我怕 你 你 我怕 你 你 不是 我怕 现在咱们在二楼看一下 还有一些展品 这是个寿星 清代的 这还有大瓶子 这是清照千龙年间的 鱼岸青花 高枝杯鱼岸的 鱼岸青花 我记得鱼岸青花挺少的 北松的 还是北松的 大小多大多厚 还这儿砖曝光年年的金砖 这块头黑蛋了 金砖漫里 嘉庆实验的金砖 虽然说叫金砖吧 但是这些金砖不是用黄金做成的 而是用那个泥土烧成的 由于它的烧做制作的工艺非常复杂 耗时时间非常长 所以呢 它的成本比黄金还要贵 所以叫做金砖 这是清朝同志年间的金砖 成本比黄金还贵 这整个二楼吧 都是大部分都是金砖 这两侧 这展品都是金砖 金砖的诞生 在北京公共泰克家 好的人是金砖的 它的复杂的熟制工艺 这块 这块橙色比较好 黑亮黑亮的 上面有那个工艺 第一步先去土 烧着金砖的工艺 然后愿 然后再进步晒 晒楼吹 去打的 然后冲 冲泥 然后再磨 还有墨泥 墨的时候要晒 第二步是练泥 先要撑一遍 把颗粒什么都弄出来 然后再过滤 这边是过滤 把颗粒弄出来 然后再把泥土再经过晾干 晒了它 这一步叫做吸 两个小孩吸它 泪 怎么还泪呀 然后一脚才碳 然后才第三步呢 支配 第三步支配 第四步是烟干 第五步是装油 这是装到油里边开始烧 第六步 第六步是手油 挺形象化的 第七步是咽水 从腰顶慢慢渗入适量的水 渗入腰座之中 在高温存下 水变成水氧气 盖蒸气 作用于转面 实际上猪红色 变成青带色 这是一件水 一拔不 最后一步才是出药呢 打开炉门 使炉内通风降温 带转完全冷却即可 出药 年来信息的一块金钻 谢谢 出来了 忘了圈 前景实在是太门热了 好了 中州这个视频就给大家看完了 今天非常是一几天把下雨了 但是 所以 中州里边特别明亮 到外边这儿还有点小两分 还可以 一会儿带大家去鼓看一下 鼓楼就 这个一点 看到没有 这样了 好吃 再见